三连续报道佩洛西抵达台湾倒计时 预计到达时间20时43分 网友建议用导弹把台湾机场炸了吧 自己的机场有权处置 据信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达成的C40C专机 呼号SBR19于北京时间8月2日15时42分 从吉隆坡的机场起飞 21时25分左右 该平台显示出此架飞机目的地 台北预计到达时间20时43分 刚刚消息称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波音C40C运输机行政专机 呼号SBR19已于2日下午30时42分 从马来西亚起飞 飞往未公开目的地 目前专机正飞越菲律宾萨玛岛外海 朝台湾方向前进 报道还称佩洛西专机疑似绕路避开南海 佩洛西获搞小动作 只在机场与台政客见面 离开后告知媒体分析人士表明 从佩洛西的意图可以推测 要制造出其不易的效果 他可能只在机场与台湾政客见面 或全程严格封锁消息 技术上也是选项 通常重要人物出访的媒体稿件 特别是访问战区等高风险地点 多有进发相关稿件等纪律 只有等专机离开当地 脱离危险之后才会对媒体解禁 如果采取这种小动作 也代表了佩洛西明知行为严重不妥 心虚之下采取了自我保护的规避动作 我保护的规避动作